成绩合格,请回中心打印成绩单 这个宝坎倒起来 最开始的打算是让人工来倒混地图 但是一想到这个天天天在下雨 然后人工啊搅拌混地图又比较慢 然后一狠心就干脆去买了三混 这个买三混速度确实是快 这才过去两三天 这就开始倒第三板了 在接混地图之前 我们还是先把斗斗里面的泥巴打整干净 泥巴打整完了之后 我还特意的试了一下 看看高度够不够 在农村买三混的还真的很少 这个导同学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这个天好像真的是被捅烂了 天天下雨 没办法呀 他只有花了高价钱去买了三混 这一板大概需要十几方的分地图 这个罐车比较大 一次性就拉了十六方过来 前面两板分地图 这个罐车有这么高 来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往下面晃 要快很多 今天这一板这个罐车高度就不够了 说什么就来什么 上一斗我们倒完了之后 这个边上就开始在漏混地图了 难道说我们这个阳工磨得还不够好 我们在上面倒混地图 这个混地图就从下面漏出来 原来是这个位置没有加固好 前面那个位置我们都还没有倒混地图 我们是从左往右倒的 混地图流过去 就从那个位置开口了 混地图就流出来了 就说明了这个位置加固没有加好 这个漏混地图的地方 我们就先不要倒了 让它们先去加下固 然后我们把挖机开到这个前面来 从这个前面开始倒 那个位置让它先凝固一下 这个磨板有90高 我们每次倒的时候就没有倒满 因为倒满的话很容易炸磨 我们就从左或者是从右倒过去 一层一层的把它加满 这样不容易炸磨 混地图到这个阶尾的位置 这个位置就只有一米多高 这个高度这个灌车能直接放下去 我们就把挖机开到一边 然后让那个灌车倒过来 接个缩槽 然后让它自己晃 这种要比我们挖机还是稍微快一些 第一层倒好了之后 我们就从右边往左又开始往上面加 这一次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致性把它倒满了 这种分层倒混地图是最保险最安全 最不容易炸磨的方法 如果说是钢架管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一致性倒满 但是这个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最好还是分层倒 混地图倒完了 然后东家让我们跟着这个灌车往前面开 说前面呢有点火 原来啊是图天 他们灌车在这里掉头的时候 把人家的地巴给人家压坏了 今天这个混地图啊还剩了一点点 然后啊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给它打整出来 打整出来啊 到时候东家要给人家全部硬化了 左边这个位置 这个以前到的这个分地图 大概只有一两公分厚 不要说重车了 就是你人上去走 用力跺一脚 可能就会把这个地巴搞坏 更不要说重车了 最后我们这个混地图啊 也没有剩多少 剩了大概也就半方左右 前面还有一大片 那个只有等他们人工自己去搅拌了 这个活一干完 紧接着我们就开着车去丰都 因为两天之后我们就要考试了 上次考扣山的时候啊 由于我们在考试过程中 公交站台忘了点刹车 就导致考挂了 这次去我们一定要考过了 一定要细心一点 我们提前来了两天 现在这个场地上先跑两拳 熟悉一下 虽然上次考过 但是啊心里面还是有点慌 这一次考试的人还是比较多 所有的车型加起来呀 大概有五六十号人 科三我考了两次 总结了一个经验 不管你平时开车开车再好 你心不细 不细机细节的话 往往就会出问题 上次我们考试 几个考挂的呀 都是增价的 反而那些出学者呀 没有几个 这次考课山 心都细了很多 也记了很多 一次性就考过了 最后考试墨试的时候啊 还差一点挂了 刚好九十分及格 不细机细节目